好 哇 很快 完全被人準備 來來來 好來了 這個是什麼呢 DID 1比6 1比6的一個二次大戰士 英軍的殺小兵 看看頭雕先 通常人都是講頭雕先 頭雕非常接近一個 也是某名 某名英國演員 很久的 老牌 應該都適應了 好像有點像 兩個零 一個零 好像不在 在這裡 你不可以逃到老人家 不不不 因為有些人都不在 但是他很少我出現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見到也是年老的 他小時候另外一個特務 41年 對 沒錯 其實他也是參考一套 當年一套 傳統那些 荷里活的戰爭電影裡面的角色 我都不記得是什麼名字 但玩開玩家就知道了 DID是異戰的老牌子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殺兵 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出的 那麼 講到其實就是 這個是一個沙子來的 其實在那條橋 很遠的那條橋 我來我的氣名就是這個 我們看看 其實他全部這個配件 其實都是用回他們 一向都是 布是布 木是木 金屬是金屬 皮是皮 可以轉個面 但這一次他們有少少少特點 有什麼特別呢 阿昌呢 是有金屬部分的 用金屬開帽 還有今年 還有剛剛他今天公佈了 有另外一款 都是同一個時期二戰的英軍散兵 那個就是二等兵 或者普通兵 那個就拿一支 不是拿機槍 沒有記錯 是拿捕槍 有位觀眾說是野鵝錦水隊 應該不是 因為我記得野鵝錦水隊 是另外一位特務做的 是嗎 還有後期一點的 這個肯定是二戰的 對 可能是二戰後的環境 而這個是二戰時期的英軍 有很多東西 玩英軍的朋友 是獨特一組的朋友 例如他們以前是英國的 Gergar 靜民地 或者是一些紀律部隊的朋友 或者我們以前叫做英時代香港 很多朋友都喜歡儲一些英式的裝備 或者英式的相關的產品 或者一些相關的軍事 或者是警察的題材 所以其實一直都有那幫愛好者 很獨特 就是全世界 不只是香港 澳洲 紐西蘭 多拿大 總之或者 所有曾經的英屬殖民地 其實他們對英軍的東西 都有一些情意結 所以這個其實很多朋友都會喜歡 是一個二戰產品 其實就 一向都是他們的種質量 投影響 散兵頭盔 轉得多漂亮 我想問二次大戰的時候 英軍的頭盔 是有網的嗎 有的 其實美軍都有網 其實英軍的網 網這個發現 不是日軍開始做起先 我不清楚 但總之你看回文獻 或者一些資料 其實當時幾個主流的部隊 譬如美軍 德軍 甚至德軍 英軍 其實都有用網去做一個 頭盔上面的架建物 方便去洩進去 因為我也看過一個文獻 好像是 一開波 好像是由日軍開始 最早先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好奇 你也知道 未必是 你一用 我就要馬上用 但是那段時間 通常一些大戰時間 那些科技 或者設計 一定是爆發性的 爆發性的走出來 就是德式 方式的 迷彩 其實當時很多主流國家 都是沒有迷彩的 去到德國 一用迷彩 大家都會用 因為迷彩產生的遮蓋效果很好 但是調軍 有個歷史很有趣 因為美軍曾經都用過迷彩 但是由於戰場上 不中附居 即是打自己 有軍 最後美軍的索性 就不用迷彩 即是反過來 全部不用迷彩 只是在東亞洲戰場 就用迷彩 因為當時他對手的軍 就沒有迷彩 那麼他就可以識別到 是不是對手 因為真的 有時候晚上光線不好 或者一些 隨著地形環境 令到他們 是有錯判 就打死自己戰友 其實一向 戰爭都聽到這些新聞 是 你衝到前面 阿文衝前 然後我們開槍 你那些是擺明打我 你那些 你叫我衝前之後 就馬上開槍 對 以為有戰職 原來是騙一聲 然後是自己戰友 對 那就先說明 因為我剛剛也看了一套 紀錄片 其實他講得很明 如果是 自己戰友打中子 會怎樣 沒有任何勳章 以後都沒有 沒有 就算後來拿回 打多戰職都會扣回 又不會扣的 但是你中 給自己人打中 是沒有勳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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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值 你上戰場 大家同樣受槍傷 是 你中敵人的 你有勳章 你中自己人的 是沒有的 所以是不是有句話 不要有神一般的敵人 不怕 有神一般的敵人 是 不怕神一般的敵人 最怕豬一般的隊友 就是射正自己屁股那些 是 這個 因為 砌是沒有一些砌1比6 現代兵那麼難砌 但是其實 剛才也找到一個同事 幫忙砌了一段 你說要看多久呢 因為其實很多玩家 是關注這個問題 配件拿回來 我想砌一個小時 我就是散兵那麼漂亮 那些 叫做 無疑物 虛疑物 那些染色脈 是不是自己屁股 還是原裝有呢 我要研究一下 看看 似乎 那些頭髮其實都幾漂亮 似乎不是自己屁股的 那這個就 真是值回票的 因為很複雜 幫我們戴回頭盔先 做人要威就當然要戴頭盔 那喜歡的朋友 應該就想一對組的 那就開心了 剛剛今天 總之就出了一個 另一個 同一個部隊的 叫做低級一點的角色 就是軍階 低一點軍階 角色 所以一起組 還有要介紹一下 哎 漏了 今天晚上不好意思 因為散兵的關係 對 因為今天人少一點 而且都比較忙 真的弄了一個散給他 真的弄了一個散的 而這個散呢 他們其實留意了官方的Facebook 和網站 其實是真的可以跳的 好 大家就 現在阿Friday 就揹著這個散跳 這樣就包你會死掉 而這個重量 就是適合1比6這個 這個 這條不是利用繩 大家不要留意 它是一個膠袋包了 它怕刮花 其實到時你玩 你要拆開它 然後把它綁回到冰上面 然後你就要走上一個天台 這樣就丟下去 幾層樓好了 這樣就丟下去 其實真的降落到 我建議大家 真的試之前 先綁一塊石仔 1kg 真的有降散效果 但是自己張開了 要小心慢慢摺 實際上1比6 其實 這個就是原裝的散1比6 即是說真的跳的時候 其實是揹著這塊 跳的 就不是這塊 這塊應該是放在別的地方 就是落了地之後 再重新揹回裝備 而這個就是當時他們揹著跳散的樣子 這個是散嗎 不是那個才是散嗎 這個應該是裝備包 好 因為跳散的時候 先說一說 跳散的時候 你背部是不可以揹其他東西的 是的 還有你跳散的時候 你其實落地面 你也有很多裝備 要留在身上 所以通常他們都會有 吊著一個這樣的包 在身上 通常一跳下去的時候 有點不幸 如果大家有看過 有一套叫雷霆散兵 是的 那裡面的男主角 就是跳的時候 被敵方的炮火打走了這個袋 所以一落到去 連把槍都沒有 沒錯 多謝Elman 剛才被同事滑了 其實正式的散應該是這個 但其實應該有兩個散 有時候是主散和副散 不過看起來 這個是比較像的 就是樣子 醜了 另外 這個 如果它是裝備包的話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穿在身上 跳散的時候用的東西 是的 好了 總之這個散 就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不要打算可以 放在這兩個部分裡面 是的 還有呢 其實還有很多配件 很多章 那些章 全部都可以按著你的需要 自己加到那些衣服 和頭盔上面 沒錯 好 怎麼加呢 是貼的 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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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個Granade 那 講到散兵 其實散兵有很多事情講 這裡我們就不花時間講 有機會我們自己做一些專題 講散兵 剛剛 剛才英文也提到 散兵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故事是關於散兵 很特別的 那散兵通常呢 是做些什麼的 散兵通常呢 其實這樣說 散兵呢 是死亡率最高的部隊來的 是 因為散兵他們的做法 通常我聽過一個 以前台灣的朋友 講過他是一個軍人來的 他以前是散兵部隊 他說幸好那時候沒有打仗 因為散兵部隊的死亡率是 7至8成的 是 即是10個人裡面有7至8成都死的了 是 那為什麼會死得那麼長 第一點就是你要坐在飛機裡 那飛機是會飛過去 敵人的炮火防線裡面的 因為他要穿過去 才可以進到一個覆地 即是敵人的覆地 跟著才再跳下去 由敵人的覆地再攻出去 是 所以散兵他基本上在坐飛機那一刻 飛機已經有可能被人擊落了 那還要跳下來的時候 好運喔 這麼多人跳 老實說 一萬幾千人跳 總有一批 是 未落地 要不就中槍死 要不就掛了一棵樹 再在尾被繩子前死 好 然後下去之後 他們基本上 你本身那個兵種的性質 就是要被人包圍 被人包圍 基本上你周圍都會面對炮火 所以死亡率也是極高的 所以基本上散兵是最精銳的部隊 也是死亡率最高的部隊 通常散兵他們各個國家都是志願軍的 不是精兵的 所以他們除了是精兵之外 他們做的範圍 一定要去敵人的後方 然後做一些特殊任務 譬如炸一條橋 又或者預先搶佔一些橋 讓對方 就是有軍 就能夠在正面攻擊之後 進來有些好一點的部署 或者好一點的安排 其實現在背景這套戲 其實就是講了類似的事情 所以很多散兵都有很多精彩感人故事 當然在九十二千年的時候 就有類型散兵 這套電視劇 就充分被表現了那種英雄氣概 其實當年德軍散兵也很出名 希望DID將來會出德軍散兵 好的 謝謝Elman幫忙 我們又到下一個了 不過以為人差一點 講DID幕 D幕 off 對 左右槍 好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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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講到這個時候 這個要搶 好 這樣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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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